主料,皮蛋100克,辅料,油,盐,杭椒100克,干辣椒10克,辣豆豉10克,生抽去毫升,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10分钟内,将皮蛋去壳,然后切成块的涌,将杭椒切成结,干辣椒切成结,锅中油切成热后放入干辣椒,炸成微枯,放入切好的皮蛋,炒至外皮微焦, 再加入切好的糖椒,要入辣豆豉,生抽,搬炒均匀,起锅的时候撒上葱花即可,烹饪技巧,皮蛋虽然美味,但不可精巧食用,因其制作成分式纯浅,社会,各氧化线构成,食用过量会导致失眠,冰险,缺盖,关节痛等症状,依此使用一个围仪,购买皮蛋要选择正规超市, 挑选的方式是,忘了问切,忘事看看包装上,是否写着无尽皮蛋,文事看否有意味,问事咨询营业原生产之日期,切实摇一摇,放在耳朵边听,是否有流动声,吃青椒皮蛋的时候,可加入几半大蒜,口味更佳,包壳后的皮蛋过夜后不可再吃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